在本次花蓮強震當中 有一名連結車的無性駕駛 被落石砸中 當場罹難 由於這名男子 他是家裡唯一的經濟支柱 意外發生也讓家屬更加難以接受 同時指控無性男子所屬的貨運公司 不聞不問 甚至質疑公司沒有幫無性駕駛 投保勞健保 強震落石砸在連結車頂 無性駕駛當場罹難 家中親人突然往生 家屬們難以接受 事故地點蘇花公路附近的派出所長 趕來殯儀館向罹難駕駛致意 送上慰問金 罹難的四十六歲無性駕駛 是家中老大 至今單身 平時跟家人感情很好 還是家裡的經濟支柱 他是在家裡照顧媽媽 還要去開車 他這裡的經濟有他一個人承擔 是這個意思嗎 對 幾乎都是他的 我們只是負責一些小部分而已 幾乎種蛋都在他身上 不過家屬指控事發後第一時間 貨運公司不聞不問 也沒有到殯儀館來質疑 直到家屬主動要去公司拿哥哥的東西 才終於見到老闆 家屬還質疑 貨運公司沒有幫哥哥保勞健保 貨運公司表示離難駕駛先前任職兩家公司都是用相同的模式投保勞健保 今年3月1日離難司機入職後 相關保險公司都有承保 後續一定會保險理賠 也期盼家屬不要誤解 記者 徐一勤 花蓮報道